2018南投闪耀新年新跨年记者会上 县长黎明珍欢迎大家到南投跨年 将在清静农场及南投县立体育场同步举行大型晚会 山上和山下同步倒数 而为了让清新的空气迎接新的一年 跨年晚会不施放烟火 南投县的青年学生们回到家里来 元旦回来 记得12月30月晚上7点开始 我们就有跨年晚会 响应政府的节能减碳 我们一定决定我们今年度就不再放烟火 你让新鲜的空气来迎接新的一年 晚会在南投县立体育场举办 江市众星云集 又蒂卡中东肚皮舞等等 及年轻人最爱的流行歌手演唱 节目内容非常精彩 曾真言议员及史清水议员 都到场参加幸福的跨年记者会 陈志邀请大家一起到南投跨年 南投县有两个地方 就清静跟体育场 有两个跨年团会 那这个跨年团内容相当的精彩 希望我们的全国的年轻朋友 还有所有的观众 能够到南投来玩 因为南投是好山好水 好地方 像前年的话就将近两万多个 今年相信办得会更好 今年也请了相当多的个心 希望说我们老顶就老家 母就老爸 向前来参加我们的南投官 跨年会相信节目 这些政策 让我们的感觉 值得来参加 史清水议员则预祝明年新的一年 南投县政无论在观光 政治文化上都有更好的发展 即将登场的2018跨年晚会 预计众星云集 会场周边也设置热闹的摊位 以及摸彩活动 欢迎大家休旧到南投跨年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